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Hello! 欢迎看这个video 我叫John Mann 我是一个职业投资者 Base 在Glasgow 我呢,是专善 对香港投资者 在这里投资 一条龙服务 如果你喜歡多看這些視頻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鈴鐺 今天的主題 就想說一下有什麼會影響租金 OK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那你那個 property 它在哪個地點 是你不可以控制 是很重要 因為屋裡面的東西 你可以控制 屋外面的環境 你不可以控制 那麼我們看看有什麼環境 會影響那裡的租金 以及多容易出租 OK 那麼 比學校 這個是很self-explanatory 那麼有些 it depends on那個 回家 如果是年輕的回家 就小學 就是很近 五分鐘、十分鐘 小朋友自己走那裡 花學 那就好一點 那麼如果 他是有大一點的小孩 想他讀書好一點 就可能中學就重要一點 那麼 Train Station Bus Station 就是說交通方不方便 那麼這個 就是那些花園 還有街 街景 有沒有垃圾 那些人 有沒有保持得好 那個花園 那個花草 其實都反映 那些人 怎樣可以 respect 他們那個 take care 他們那個 他們的area 都很重要 那麼 parking availability oh sorry public space 即是公園 或者有些 娛樂場 給小朋友玩 如果有 就會令到那個area desirable 那麼 parking availability 這個呢 就是看一下我們 那個租客呢 是有沒有車 因為有些 譬如租政府屋那些 很多時候是沒有車的 那麼 他們呢 這件事就不是一個 criteria 如果你是租一些白領的 professional 的 那parking 就 就重要一點 OK 那麼 Crime rate 就是那個 罪案 那麼其實 不是那個投資者 sorry 那個租客呢 就不會看的 他不會上網去check的 他們呢 去看的時候呢 他們會看一下 那個街景啊 就是那些花園啊 和街上 有沒有垃圾啊 那些東西有沒有被人破壞啊 有沒有寫 就是有沒有一些graffiti啊 那樣就定了個crime rate OK 那麼 如果我們租譬如政府客那些呢 其實這件事都不是說 很重要 除非很頑皮的區 那麼如果我 幫你們買的那些呢 我也不會頑皮的 那麼 有沒有些什麼 舖頭啊 餐館啊 茶餐廳那些 有 就最好了 然後 最後呢 就超市 超市呢 基本上 個個 嗯 就是因為 超市呢 是做生意的 他呢 都會擺一些位置呢 都是 是 centrally located的 所以呢 超市呢 通常不是一個factor 來的 thank you 你看這個video 記得 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 按個notification bell 如果你想收多些這些video thank you